最近播出的新劇 《東人的喜光》 《雲外侯和童西文》 這個搭配怎麼看 都是觀眾緣MAX的組合 但是絕是好女友 自從哪了事後 演技就被網民放大來研究 這部劇才播出不到一個星期 她的演技就被吐槽 沒有事後水準 一號表情就是沒有表情 我可以回來啊 各種傷心能過焦慮不安發脾氣 通通惡號表情就沒頭 到達我又翻意識 嘩嘩嘩 那她沒有發 嘩嘩 有小聲 嘩嘩 吻石姐 飯飯啊 我想的 按時間推算 據說在拍攝動人的喜光時 剛好就是Nathalie和洪榮成分手的同時 Nathalie能夠撐出 巴士演好已經是很專業了 你不想給我們發覺 好多 要名證言算成為第一名 真的不容易啊 但如果你也想挑戰自己 好像陳立農 蔡徐坤 尤長金那樣 憑著高顏值 高才藝 踏上出道之路 馬來西亞首個網絡校園選秀節目 炫磨泛生 就是你滿滿的大平台 所謂白鶴三金鶴然 全民男神女神Danny 許佳玲 和Sarine 林軒瑜 作為第一個面試關卡的評審 你過得了他們那一關 離出道就不遠了 誰要翻轉人生就來報名吧 當然 那種偷偷幫同學報名的 我們也無限歡迎 離開模範商 扮轉你不一樣的熱血人生